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電壓 我們先跟各位講的是一個自然的趨勢 自然的趨勢就是跟位能有關的自然趨勢 我們前面教過位能 位能就是因為位置不同所具有的能量 我們以前教的是重力位能 就是它的高度 我們有稍微帶到的 台力位能就是它的形變 就是它的位置 因為位置不同所具有能量 叫做位能 那自然趨勢就是會從高位能會跑到低位能 你不用碰它 不用動它 它就自己就會過去了 會從高位能到低位能 所以判斷誰的位能比較高 會誰的位能比較低 就是放過去 看它自己往哪邊跑 它自己會從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就自然趨勢 比如說我們以前教過的重力位能 底下是A 上面是B 如果我要把你從A搬到B 我要施力 才能把它搬上來 對不對 它只能夠上去 可是我只要一放手它就怎麼樣 掉下來 所以B的位能比較大 A的位能比較小 當我把它從A搬到B 我做了正攻石膠 就表示什麼意思 我的位能就增加了 石膠了 然後放手掉下來又會變成 就換成動能石膠了這樣子 所以呢 自然趨勢會從B跑到A 又跑到A 然後抵抗重力作風 它才能夠從A跑到B 所以掉下來就換成 胃能就換成動能 剛才跟你講過的 所以要跟你講 自然趨勢就從高位能跑到B位能 那麼彈簧其實也是一樣 它就是圓長就是沒有形變嘛 對不對 不管你是拉長還是會縮 它都會自己彈回來 彈回到原來的長度 就是所以呢 拉長跟蘇傘都是有所謂的彈力胃能 所以它就會自動從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然後胃能就換成所謂的動能 所以都是一樣的 所以自然趨勢就從高位能到低位能 那如果你要查從低到高 你就需要一個外力去做工 就需要一個外力去做工 就是所謂的自然趨勢 來判斷誰的胃能比較大 誰的胃能比較小 所以呢 胃能一定是某個力量有關的 跟重力有關的就叫做所謂的重力胃能 跟彈力有關的就叫做所謂的彈力胃能 所以抵抗重力做工 轉換成重力胃能 抵抗彈力做的工 就變成所謂的彈力胃能 就是所謂的一個胃能跟力的關係 OK 那麼接著我們就談就關於電胃能 因為電力所具有的胃能 因為重力的叫重力胃能 因為彈力的叫做彈力胃能 因為電力的叫做所謂的電胃能 電胃能 來 這樣子一個平行電板 那個正方那邊 鎖魚放哪邊跑 下面 往下跑 所以會從B跑到A 所以就表現什麼意思 B的胃能比較大 B的電胃能 沒關係電力對不對 所以叫電胃能 所以B的電胃能比較大 A的電胃能比較小 它會自動從高胃能跑到低胃能 那如果你要讓它從下面 那你要施力做工抵抗電力 然後拉過去 所以可以這樣子 那個是正面靠近 正面靠近B的時候胃能大 那如果改負電呢 負電往哪邊跑 自動往B跑對不對 從高胃能跑到低胃能 所以它變成A的電胃能比較大 B的電胃能比較小 表現相反 跟我們正面怎麼樣 相反對不對 就正面相反 因為呢一個相C 一個是相似 所以不一樣 所以呢 它在對負電而合而言呢 B的電胃能是比較小 然後A的電胃能比較大 所以你發現正負電的電胃呢 大跟小是相反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好 胃能是不一樣的 但是觀念是一樣的 叫做自動從高胃能跑到低胃能 這是一樣的 然後這樣子咧 左右動基本上就不需要施力嘛 後來都可以跑來跑去 就不需要特別的亂動做 所以它是什麼意思 同一條水平面上 它的胃能應該是一樣的 一樣的 這件事國中基本上不太討論 反正就是要一樣而已 所以這樣子OK 告訴你說這樣電胃能是一樣的 同一個胃能跟同一個胃能是一樣的 相同的距離或相同的距離的時候胃能是一樣的 OK 我們前面跟各位教過 胃能沒有絕對的理 我們講過對不對 胃能沒有絕對的理 絕對的理 我們只能夠說我從A到B 我做正攻10交耳 我說你的胃能增加了10交耳 可是原來多少不知道 後來多少也不知道 只知道增加了10交耳 所以我只能算出胃能差 以前在交做人跟妳講過 只能算胃能差 所以我們不曉得有多少 那可是如果我需要講它是多少 就需要一個0嘛對不對 一個0 我跟你差5 我是0 那你又是5嘛 我跟你說就像這樣那種 需要一個0點 這個0點呢 重力未能我們講過 通常是以最低點當作0點 就是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的最低點 當作它是重力未能為0的地方 單擺就擺錘最低的時候 在三樓做時 就是三樓地板 像諸如此類的 那彈一位呢 就是用圓長 沒有伸長量 沒有縮短量 沒有形變的時候 那個叫做所謂的0點 叫做所謂的0點 那電位呢 不焦 電位哪邊是0 不焦 你就當作它不存在就好了 就隨便寫 當作它沒有這回事 我們就沒有去強調它哪邊是0 因為它那個0的位置很奇怪 那個0的位置對你而言很奇怪 所以我們沒有去提它哪邊是0 就是所謂的 每個未能的0點的位置 了解一下這樣的觀念就可以了